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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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教育人生五十高維序 目前大盤價錢指數 漲了52點 還沒有發動 還沒有噴出 但是事實上很多個股呢 是從10月29號 11月30號 已經起漲 有些個股漲幅有到八成 最多八成 少一點的 也有兩三成空間 個股是這樣噴出的 個股是這樣噴出的 蔡金指數還沒有再往上漲 還來得及 很多個股 我說過了 剛開始而已 只是說 當時你相不相信而已 我說過了 你在看一個分析節目 要有兩個依據 第一個 你要觀察兩個 第一個 是不是事先預告 事後驗證 然後提出證據 即便看錯了 也會在節目上 跟你報告要修正看法 而不是漲的時候說漲 跌的時候說跌 用那種很誇張的情緒去影響你 去做一個不正確的交易動作 這第一個 你要先了解你看的節目 你想要跟著老師 是不是有事先預告 事後驗證 並且提出證據 第一點這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這關於會員的權益 也沒有說到做到 也沒有講很多股票 可是會員手中的股票都沒有 這是第二個部分 我只做兩件事情 不管你不同意認不認同 我只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每天很認真的看盤 我每天很認真的 聽聽盤面上要跟我說什麼話 看看盤面上哪些溫度 方向要往哪裡走 我每天很專注的做這件事情 看盤 所以我可以提前預告 我可以提前預告 行情路口要往上 這段五六百點 我可以提前預告 要往下四百八十點 我可以提前預告 避開一千兩百點 我很專注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看盤 懂盤 解盤 事先預告 讓你在操作上面 有一些的幫助 第二個部分 我很專注做第二件事情 說到一定要做到 我帶我的會員 做什麼股票 一定是我檯面上 有說有做的 而不會每天都帶會員 發call去買股票 你是我的會員 你會很清楚 我沒有說到跟做到 我沒有說到跟做到 行情路況 我認為還是持續往上 方向不變 方向不變 我可以這麼說 方向不變 可是說這朋友 你聽到的 明天是忽多忽空啊 但是看不懂行情 才會這樣忽多忽空 大多數人必須輸 第一個 你的情緒管理不佳 第二個 看不懂行情路況 你看得懂就會中壓 該中壓你不中壓 該解碼不解碼 該退場你不退場 你當然會變成 大多數人 必須輸那個結果 少數人看得懂 少數人抱得波段 現階段有人做多 也是 有人做多會比放空好 可是做多抱得住 就是另外一回事 我說過了 這波行情 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不要做短線假查交易 偏多操作 但不做短線假查交易 要抱就抱波段 我說的跟我做的 有沒有一致 11月16號 應該是全市場 我是率先提出 5G是有潛力的股票 但是我只挑一檔股票 都起機 我說走勢比較混沌 在12月的時候 你會看到補這個缺口 具有上檔的條件 跟機會 老師朋友 走勢是不是跟我之前跟你規劃的一樣 補了缺口 好啦 如果你做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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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6號 我說金箱店 具有波段上漲的機會跟條件 這一段 1 2 3 4 5 你有沒有賺到這一段 不要小看這一段 10塊跟13塊就是三層 10塊跟13塊就是三層 該進則進 該退則退 因為有根 交易才無所畏懼 你要在該進場的時候進場 你不要在不該進場的時候去進場 你應該要在退場的時候該退場 你不要該退場的時候 你反而勇敢去加碼 你會做反方向是因為 你交易完全沒有根據 選股沒有核心 看盤沒有方式 所以你每次交易 你都會害怕 因為你害怕 你就會等待 等待很多股票 一層 兩層 三層 八層的空間 一路上去了 我說過了 說到一定會 一定會帶會員去做 11月14號 新會員市價買進金箱店 以色會員已經在獲利了 我們就不要再買進它 買完之後 11.2 當天買完了 漲停板 11.85 金箱店即便今天這一段時間修正 你認為我會把它賣掉嗎 我不是做短線加差交易啊 我當然有我的想法在啊 不管是新舊會員在這檔股票裡面 都是獲利的 都是獲利的 很多股票 持續的認為是有機會 所以我一到會員 買進吧 檔數不用多 兩檔三檔 買到滿就好了 就夠你了 夠你賺了 10月30號 全新市價買進 55.9 算56塊了吧 不知不覺啊 今天最高還到62.2 還沒有發動 只是你們能帶你買而已啊 看得懂行情路況 你才不會做短線加差交易 看得懂行情路況 你才不會做反方向 因為你看不懂 所以你會變成 輸 所以你會變成輸 因為你看不懂 或者專注做兩件事情 我說過了 第一個認真看盤 了解盤面上跟我說什麼話 了解盤面上的數字 背後長的溫度 我可以盡量跟趨勢同行 我可以盡量跟趨勢同行 請你避開1200點 請你避開480點 請你避開500點 請你避開400點 這些有證據 但是時間關係 我今天不再提證據 想看證據的 過去的時間 我都有提出 我的傳承稿當證據 第二個部分 我只專注做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實實在在的帶會員 不會每天交進股票 該做短線 我們做短線 該爆破短 我一定讓你從頭 盡量爆到尾 這就是我的做法 這是我的做法 認同我投資朋友 你已經是我的會員 不認同我投資朋友 你還是繼續再看 所以人生跟股票交易 是一樣的意思 怎麼說 每個人都想要掌控市場 就覺得大盤一定 你買了大盤一定會往你的方向走 你想要掌控市場 可是我的觀念不是 我的觀念是掌握市場就好 盡量跟趨勢同行 市場才是最大的 不會死多頭也不會死空頭 完全尊重市場的方向 我們去做交易的動作 如同我不可以掌控你 認不認同 我不能控制你 認不認同我的分析 認不認同我的績效 認不認同我帶會員的方式 我沒辦法控制你的想法 但是我至少 我可以掌握自己 該做的本分 我該怎麼做 認真看盤 提前預告 事後驗證 提出證據 認真帶會員 說到跟做到是一致的 會員有的股票 你一定吃得到 你一定會有報酬 這就是我的工作態度 認同的投資朋友 不認同的投資朋友 都可以 讓我祝你操作順利 獲利滿滿 我們明天見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可以集體 因此 我們 都不擁有